喂 大家看這立法院這禮拜要審查ECFA了 但是現在卻說因為這樣子呢 馬總統跟王金平又夾了所謂的馬王心結 我們先來看這報道 為了ECFA該怎麼審 馬總統、王金平看法不同意外引爆 馬王長久堅打千千節 扣着连续两天的电话热线化解心结引线 马当劳隔着吴敦义还不时和王金平交头接耳 同场互动看得出很热络 要趁着话题发烧前赶紧先讲文 吴敦义院长讲的时候 马王心结就是马王的心连结在一起 两个人心 有卡通的来啊 一公里报纸上想的都是 外面好像多余的一些话语 曾前两人真的没心结 更避免民进党挑起连王之马的机会 王金平宣布不回家乡选一位 就是要消去外界杂一 挑起党内不合 我最后讲说我没有在我选区 我选区因为这个林立司委员在那边很好 大家也都对他蛮喜爱的 那这个我们是同一个选区 是别的选区有可能 那就我怎么会提到其他地方去 很多船员都说我要回岗山区去选立 那这个对林立司委员来讲是造成越冲击 就怕有心人是见缝插针 王金平干脆一次把话讲清楚 只是马王两人间的千千节外界物理看花 恐怕还是两人自己最知道 中文新闻的刘民兵 宣武豪 艾森局小组 台北报道 好我们刚刚这个王金平他也提到在选举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王金平已经是连续两届的不分区立委了 除非现在国民党要改内规 但是这如果不改的话 他这个院长之路呢 应该就是到2012年初了 所以不过我们先请教辉文兄好了 刚刚讲到马王是不是心事连结在一起 还是有心事 这个林立司委员去当部分区就空出来了 空出来了嘛 不过他刚刚他有说他不选了 他不选这个区 他不选的原因是因为林立司在那边表现不错啊 那林立司去当部分区 因为林立司现在就是国民党的大党边嘛 大党边要瞧什么 朝野协商啊这个法案啊什么的 大党边是很忙的嘛 大党边疏于选区的经理 所以大党边去当部分区很正常啊 那王金平在那边选几任啊 他是十年罢耶 十年罢的几年 三十年 那就回去选 回去选就好了啊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那个国民党的内规啦 就是说部分区不能超过两次什么 内规不能改嘛 什么叫做内规 内规就是自己改 叫做内规啊 这个内规要不要送立法院 不用啊 国民党说改就改 这可能连送 看要不要送那个全代会可能不一定啊 就是说国民党的全代会 那这个是可以改的 这个是有弹性的 那马王耀的心结比较好 对国民党 对马总统也比较好 还是对民进党比较好 见锋插针的人是谁 都是民进党啊 连王志玛谁想的 所以主持人我唯一说 就ACFA的这个送立班的审议这个部分 其实你过几个月甚至说明年 你再回头来看 其实这个是根本不重要的 因为那个审查是假的嘛 那个整个审查是假的 然后民进党他说我们要干嘛干嘛干嘛 那个是假的 所以你看他现在包装什么 要先修公投法 所以他心里想想什么 公投法 他才不管你ACFA 他把16个条文5个附件要怎么修 他讲不过所以 那我们先修公投法好了 公投法讲多久了 所以这整个过程是假的 大家如果很认真喔 就玩啦 就中计啦 他是 借由ACFA神医的机会 他夹带别的进去 别的东西进去里面干嘛 就拖时间了 我最近晚上看那个 有的什么三立啦 民事啊 他们电视台他们就讲 王念平是不文区啊 你公文党敢 你就把他 不文区把他开除啊 把他立法院长拿掉啊 你公文党敢吗 他们就巴不得 马英九对王英平下手 但王英平跟马英九会不会很好 他们两个绝对不会水乳交融 因为他们的个性啊 成长背景啊 还有那个年纪啊 都不一样 马英九像我跟马英九认识 但是你说叫我 我的个性跟他 可能水乳交融吗 不可能的 但是我经常 我莫名其妙地支持他 那王英九不会反马英九的 因为他毕竟是国民党的 他利益在国民党嘛 民进党会给他利益吗 不会 那刚刚辉文讲得很好 他说内规能不能改 内规当然可以改啊 王英平的本意喔 你说叫他再去选 去议理委 他是不愿意去选啊 已经选这么久了再去选 万一选的票数不好看 不要说当选 你要选就一定要当选 要发很多利息去选 那万一若选的话 那就完蛋了嘛 他最好当然是给他不分区 因为要改一个不分区 说两届 两届是每一个不分区的立委 是两届 原则是两届 但是立法院院长不在此限 可以不可以呢 很简单嘛 当国会 当国会 你每一个人都是两届 不分区两届 但是立法院院长 因为是院长嘛 所以不在此限 王金平就解套啦 那马英九有没有必要 王金平在立法院 当然有 今天马英九如果给他讲说 我在不分区帮你解套 你看王金平怎么处理ACFA 王金平他的意识 规则熟 然后怎么样处理 当然可以处理 你马英九除非你 要对王金平动手 要不然你就要把他 拢在手边 拢在手边 就是继续给他当立法院院长嘛 那就解决了嘛 不过之前看到 包括在高雄浮选的问题 又到这一次了 就包括AFA的问题 好像似乎 这个马王一直是被拿出来炒作的 所以就像灰文兄刚刚讲的 请教士文兄好 这是算是一个见缝插针 这是绿营的一个 不是 我觉得高雄浮选这个问题啊 是那个金先生那个话太多了 那个话太多了 我觉得那个话 我就说讲话 你有讲话的目的 请问你讲话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讲话如果只是为了讲话 这个讲话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攻击的是你自己党内的人 我要讲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内规啊 这太容易了 陈水扁选了台北市长 没选上以后 民进党内规一改 马上给选总统啊 这东西太容易了嘛 这东西所以内规 而且我跟你保证 保证王院长绝对有下一届 绝对下一届还是不分区 不可能说公请你回去家里务农 不可能 因为我就随便 而且他主持议事也不错啊 所以那不外人选那就继续啊 这部分就是第一名 我要讲这个马王兴杰这个东西 我们不管他是真是假 你知道吗 现在民进党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是ECFA对他来讲 不可能再得分了 现在只有失分了 那他ECFA继续吵下去 就是要不要复委 明天今天没有过嘛 明天继续在吵 要不要是从委员会审查呢 他还是直接到二省 那一星就吵这个嘛 吵到最后就跟惠文讲 那个稀里哺路就过去了 那这个ECFA没办法转移 叫他起了吗 没办法怎么办呢 一定要另起战场 他一定要另外想一个新的东西的 如果ECFA没有再继续得分的话 怎么办嘛 王兴杰就是很大 所以现在的 他刚刚的易鸿兄提到这些 现在最后期 就逼逼逼逼逼到好像 那王金兵退党什么 哇这个事情就闹到了 然后大家就忘了说ECFA是什么回事了 然后这个事情会更大 这个事情会比ECFA更大 然后这个战场都另外起来的 这都是政治算计啦 所以ECFA我跟你讲 ECFA米娜如果要继续这样搞下去 他只会继续失分 他已经没有办法 从他自己设的陷阱里面拔出来 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是不治的 继续在什么 要不要复委啊 要先复委呢 还是先直接二读啊 这个没有营养 这东西都是虚晃一招 虚晃一招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 好 好